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写出战用的战 你这个字答对 请你走进下一宫 请你写出水池的池 请做出解释 水池的池我做出解释啊 我试试啊 人说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小水池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水池应该是比水塘 比湖泊应该要小 我能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您猜我会写吗 我猜你是耍我 就这么半天你明明会写 你非让我给你解释 我费这么半天劲 我看看吧 你看看吧 来 水池的池 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城池啊 你知道吗 水是万物之源 可以养育人类 所以说称为一座城叫城池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见解 并不一定是对的 古人还没有你这么 这种根源性的想法吧 说水是万物之源等等 是因为古代的城 外表一道沪城河围着 是个池子 所以叫城池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的政治答案 你答对了 请你走进下一步 请写出 豚鸡居齐的豚 请造个别的词 我给你造个句 仓鼠总是喜欢豚粮食 由于心里紧张 把这个字也忘了 我跟你说 刚才你写的那个池子 在网上千人知晓率 接近90% 而这个豚字 千人知晓率只有51% 所以只有一半率 接近90% 而这个豚子 千人知晓率只有51% 所以只有一半能认输 我给你一个简单提示吧 三里屯知道那屯怎么写吧 跟三里屯那屯有很大关系 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好像是出了点问题 肯定出问题了 我觉得你自己知道是吗 当然知道了 看着就觉得特怪是吧 其实保员的这个理解的思路 还是对的 就是宝盖是一个房顶 你是想把囤积的东西 放在房顶下面 其实这意思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是这个囤外面的一个方块 因为过去呢 整个这个方块 其实它是表示一种 封闭的包裹的 你看囚徒不就是人 在一个方块中吗 包围的围不也在一个方块之中吗 所以方块是封闭的包裹的 人要藏点好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 比宝盖更安全的地方 就是这个大方块 这道题你写错了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向左或者向右 向右 来请你走进下一宫 宝盐请你写出 破绽的战 绽放的战 右边先小了 写完后悔了是吧 绽放的战 我们看一看证据答案 你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所以请你走进下一宫 宝盐请你写出 风骚的骚 这个字吧 其实我觉得它挺贬义的 挺适合让您来解释的 我谢谢你啊 这个它有各种各样的意思 其实最早的意思有动乱 扰乱 不安定的意思 也有忧愁的意思 泛指诗文 宝盐 这词你会写吗 可能吧 请你写出 你还是很凶有成竹的把这个字写出来了 千刻骚人多会于此 我们看一看正确答案 这道题你答对了 请你走进下一宫 我要提醒你 这是你十三宫的最后一宫 如果你这个字答对了的话 你将直接进入到汉字英雄下一阶段的比赛 蒙斗无知的蒙 这个字我们所掌握的千人知晓率 只有33%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把这个字写出来 我就是那个 是吗 其实这个蒙的右半部分 就是表示眼睛看得不明 而人眼睛看不明白事 反映到心里面了 心要是看不明白就蒙了 对吧 心里要是不乱 看得明白 你才能不蒙 所以其实宝盐 你还是挺棒的 祝贺你 谢谢 我一直觉得宝盐是个心里特别有数的 这么一个孩子 来 谢谢 这是你的过关牌 希望你拿着这个过关牌 能够在下一阶段有好的表现 这是2500元教育基金 谢谢 然后我手里还有一个宝元写的小心愿 我呢就是希望以后可以作为一名 非常专业的IT工程员 创造出更加属于自己 更个性化 更色彩化的一些软件 来方便一些大家 这么一个中学生 有长远的理想 有近处的措施 有眼下要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他符合我们现在对汉字英雄的真正的期待 我们希望宝元在下一阶段能走得更好 谢谢你 再见 谢谢您 看今天我获得了汉字英雄的通关奖牌 我现在心里非常的高兴 既然我能做到 我相信